現在使用的是愛思迷的主動降噪電容式桌上型麥克風 MN1的實測影片 現在使用的模式是原音模式 所以是非常適合錄製Pockets 就是可能錄製簡單的最基本的講話的語音內容 這個部分也直接實際的給大家做參考 現在這個功能是原音功能 我又有加上主動降噪功能 就是右邊的按鈕 它是有42dB強大的降噪聲度 所以如果你在家裡面有一些比較吵雜的聲音 或是有一些細小的吵雜聲 不管是大聲還是小聲 基本上它都可以直接幫你做降噪的功能 是非常棒的 我自己實際體驗下來 我覺得降噪的功能 可能家裡面沒有那種專門錄音的錄音室 所以多多少少一定都還是會一些雜音的部分 所以這個主動降噪功能 可以讓你做音訊的後製會方便輕鬆很多 現在這個模式就是混響模式 就可以打造一個空間有回音的感覺 大家應該聽得非常清楚 這就非常適合唱歌 就是你在做直播在唱歌的時候 或者是你想要自己自彈自唱可以自己錄音 這個模式是非常適合的哦 現在要介紹的是聲音迴避功能 它能夠幫你自動消除背景音效 那我這個功能非常推薦給直播主們 或是在網路YouTube是在做直播的人 都可以做使用 因為它可以直接幫你把背景的音樂迴避掉 所以你也不用自己去特別調整音量的大小聲 那我直接呢就做示範給你們看 我播下音樂 那我現在講話的時候 它就會把音樂給蓋掉 它會以我現在講話的聲音為主 它就是會幫我直接回避掉背景音樂 或其他的音效 所以這個功能是真的蠻推薦給在做網路直播主的人 來做使用哦 那我是拿我以前之前買的桌上型麥克風來做測試 來做兩台的比較 那這一台的話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一定有看過 那它的價格上面也沒有說很貴 但也沒有說非常便宜 但是它的缺點呢 就是在於它沒有任何的可以幫你降噪 或是其他的一些功能 因為我覺得在錄音的這個部分降噪真的很重要 不然你後製音效的時候呢 在做降噪的部分是非常的麻煩 那如果是新手朋友們 我真的會推薦就是使用 我推薦給你們大家的愛思米主動降噪電容式桌上型的麥克風 MN1的這一台 那我現在所使用的是我原本的這個麥克風 它的收音也非常好 但是真的是後製的問題非常多 所以呢它能夠去吸很多很多的雜音有的沒有的 所以呢有一點點的外面的車流經過的 還是車子的喇叭聲摩托車的聲音 它全部通通都直接錄進去 所以到時候你要去剪輯做後製的時候 真的是會讓你非常的頭痛 這個問題其實就已經是算蠻大的 對我來講 仔細去聽聽看現在的聲音的背景 是不是真的有一種奇怪的聲音 而且要一點點細小的聲音 它就可以錄進去喔 所以呢它可以愛思米這一台啊 可以主動幫你降噪 而且還有就是可以讓你唱歌的功能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